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盘把昨天的跌幅全面吃回 那你说这个盘历不厉害 当然厉害啊 那为什么你们还有人要看空呢 那为什么还有人会跟你讲 昨天一跌就叫你杀光股票 然后今天会 不是今天 这一个礼拜会跌一个礼拜 哎呦我听了之后 哎呦吓死我了 结果我就问你今天如何 今天如何 短线都看不懂 你还敢讲中线长线 这个叫做原木求鱼 那么我现在再跟各位讲 你看一下这一张字卡 来 经营行情 就是经营行情 现在相信了吧 我真的要问各位 你们现在相信了吧 那么到今天为止 经营行情还没有走完 所以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经营行情里面我们就有一个 属红包专案 VIP升级专案 就是自尊标股有约 旧会员老朋友新朋友 把握机会改变命运 让你赚一桶 再赚一桶金 对不对 这个专案就叫做 飞越龙腾核心专案 路会专线 02-6630-321 或者是加入 王者之伦 LINE at King 5588 那么这个专案 我在这里不方便讲 内容相当优惠 请你直接跟服务人员问 就可以知道了 最近很多人来问 而且大家都很有一个默契 就是都会跟我讲 老师 我打电话过来以后 是某某人接了电话 请问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团队 我说是 那么他就放心了 因为你们经过一段时间 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王童讲盘从来不用猜谜 哎呀 明天会涨吗 明天会跌吗 拉回要买吗 拉回要卖吗 那么每天玩猜谜干什么 我有时候很搞不懂 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猜谜 等你猜谜才够了 你会发现到 你的荷包已经不见了 王童不跟你玩猜谜 王童是直接两张告诉你答案的 那今天我来给你看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呢 也可以说 也可以说明了 目前我们台股排面上 有些个股的表现的情况 来看清楚 日金价创新高 日本金价创新高 都市矿山提炼效果胜过开采 达56倍 这个就是日媒的报道 日媒的报道 那我现在把重点跟各位讲啊 随着黄金价格不断走高 日本城市矿山火热 带动废弃家电回收热潮再显现 看到没有 重点就是要回收黄金 那么回收黄金 会不会带动我们台湾的一些 废弃物处理的公司呢 会 因为这些都属于提财股 所以王同告诉你 垃圾变黄金 提炼技术取胜 带动部分金属回收 类骨扬升 看到没有 你也可以找这方面的标题 这方面的题材 这方面的题材 那么有时候啊 大家有观点要清楚 我们台股啊 是相当重视题材的 重视题材以后呢 就会造成很多党个股 会活蹦乱跳 那我今天呢 讲盘前 先跟各位讲一下 今天我们盘面上的一些 个股的表现 你看看 我这边的测试 都写得很清楚了 世新 普内 群联 他们都是什么 爱惜设计 你看一下3661 3661是什么 是股王啊 股王啊 股王都这么强势的表现 那你不要管他们创新高 他今天还没有创新高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 他根本跌不下来 哎 跌不下来 再看另外一个 4966 普内 普内看到没有啊 还有默默默默的上去 我这边顺便跟你讲一下啊 普内这次放量上去以后 会过这个高点啊 我顺便给你解一下啊 你不要在那边再去放空普内啊 这个就是我在身上交代你的啊 再来呢 你可以看另外一档个股 就叫群联 八二九九群联 群联今天干嘛 创新高 看到没有 那群联你也认识他嘛 这个也不用我解释了吧 你们通通认识啊 再来呢 你看一下我们的公共工程股 公共工程股 营建股 通通往上涨 好 现在我讲几档给你听啊 你看2527 2527叫红锦 你看看他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 默默的默默的 好 再看2528 2528叫黄埔 哎呀好厉害啊 一直走一直走上去的 再看2530 华健 我的妈呀 从二十几块 现在已经涨到34.65了 看到没有 那换句话说 这段期间已经涨了十块钱了 哎 他是低价股 好 再看另外的2537 连上发 你看看 他是不是也默默上去 你看看 他是不是也在开始上去 对了 那重点海长个股 就是2535 2535是我们这个波段的领头羊 你看看他是谁 达兴公 今天创新高 看到了没有 达兴公 今天创新高 除了他以外 你还可以看到2539 樱花剑 今天虽然是收黑 但是今天已经创新高了 好 再看另外一档个股 叫做5521 公信工程 很多人看不起他 那你看看公信工程 今天创新高了没有 打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特别跟你讲 你赶快去买一点吧 有价差给你赚 这时候买不过10块钱多 到今天11块多 低价股 涨得1块多 还不够吗 超过10% 是不是 相对的 还涨个5512 我也顺便提醒给你 利息 你看看利息 他连跌都不跌 看到没有 默默的 默默的 慢慢推 慢慢推 这都是低价股 低价股 现在都表态了 所以这个盘 你不用看坏 我讲的还不够吗 好了 再讲到电子股 你看看3317 黎克森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的 黎克森 你手上如果还有的人 现在不用出了 不用出 他还会在涨 还会在涨 好 再看另外呢 最近呢 有一位朋友问我 也是我们精英班的学员 问我5009 我打给你看5009 他在这里问我的 真的很厉害 他在这里问我的 就说股价还在47块附近 问我说 老师 这一档是不是圆弧底 我说 这一档是大底 跟圆弧底的意思是一样的 你现在把它拉开来看一看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底 很漂亮的底 对不对 那么他下来都是买点 上去还有很多空间 我都解完了 因为这是我们精英班的学员 精英班的学员他有问问题 我当然回答 最近呢 最近呢有很多啊 这个有上过我课的精英班的学员们 还有过去的粉丝们 当然我说这跟铁粉不一样啊 都有在我的LINE 在LINE 里面问问题 这个你放心 我现在LINE 是由我本人在统一回答 所以你放心 你在LINE 里面所问的问题 我都看得到 我都会回答 那么如果是会员的 如果是学员的 你可以尽量发问 没关系 但是你是普通的粉丝们 那很可能你就是问一次两次 我后面就没有办法再回答你了 这个要请你多包涵一下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一个回答 但是呢 这个是我回答的 我也必须强调 是由小编打字给你的 内容是我讲的 所以呢你放心 绝对不会有这个造假 或是说是蒙骗的行为 好 再交代一遍 至尊只有本尊一尊 没有分身 市场上太多人打得王瞳的名号 然后呢 在招揽会员 到头来都是说王瞳不好 这个我已经被害得一塌糊涂了 我在这里要再三强调 这些都是市场上的老鼠骗子 他们跟你讲的话 你不要再相信了 你再相信是你自己吃亏上当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好了 现在开始 我们来看这个大盘 这个大盘呢 能够帮你解的就王瞳一个人 你看清楚 12月4号礼拜一 最后跌16点 我告诉你什么 有条结 这还要问吗 写这么大字 然后呢 跌16点 我跟你讲高档震荡盘 我直接告诉你会回的 再看12月5号 货跌了168点最低的时候 最后跌93点 我跟你讲压盘进货 昨天跟你讲的 昨天跟你讲的 有本事解盘就像王瞳一样 王瞳现在是露脸给你看的 所以我们也不必在遮遮掩掩的 你看到的就是本来讲话 对不对 哎呀 昨天我要告诉你12月5号 我说这个盘叫香星盘 香星盘什么范围 17250到17500之间整理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没有模棱两可的 那么整理到什么时候 对不起 我自己不跟你讲 我在索马频道里面 都讲得很清楚 再来呢 我就今天给看王瞳的盘讯 看了王瞳盘讯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功利在线 什么叫神讯席 看清楚今天王瞳的盘讯 12月6号9点19分 9点19分 大盘已上场12点开出 今天盘是小高盘开出后 会先冲高过 着高17401点 那请问你 过了着高没有 有啊 最高来到17439 昨天的高点是17401 这个不用变的吧 是不是 你自己查知道 说好了 然后回压回 冲高时绝不能追 拉回时要找买点 现在是高档相形整理格局 盘面个股表现 今天会收小红 要留意内许骨 请问一下 今天最后涨几点 32点 32点是不是叫小红 对了嘛 这个还需要变吗 不需要了嘛 那我就问各位 我常常拿这样的给你看 这个是不是叫预告未来 不是不是 这个叫预告今天 给你看啊 你有本事就像王瞳这样写嘛 写出来以后才证明你的功利嘛 然后呢 等到王瞳讲过以后 每个人都跟着我后面来讲 所以我现在也发了一个事情 我现在市场上 收了很多徒子徒孙呢 那么你如果是我的徒子徒孙 也请你自动报个名号上来 让我认识你一下 否则我都不知道 你们那些人一天一段 跟着我屁股后面学这些东西 包括字卡啦 会图啦 讲盘啦 还有人更好笑的还写 哎什么是阻力 什么是作手 什么是黑手 我弟妈也笑死我了 对不对 连这个也可以抄 这个也可以掰 那也当初是你的 再去骗人家 这就是我最看不起的地方 来 看清楚啊 12月6号礼拜三 今天盘干什么 昨天杀call 今天杀put 够不够清楚啊 这个盘叫摆摆盘 昨天摆一边 今天摆另外一边 当天 昨天都被摆得一塌糊涂 昨天杀call啊 因为昨天底啊 你手上call完全完全归蛋 今天长啊 杀put 因为昨天一叠大家都看坏啊 哇呦赶快放空啊 今天杀put 好想全死 你看看人家厉不厉害 厉害 我来告诉你 这个盘完全是心理作战盘 王瞳看得懂 你跟上脚步就对了 你跟错了 那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 哎呀 今天顺便我要必须要跟你讲啊 还一个现象 也很好玩 你们今天有没有注意到 有两脑个股 一个叫2885 金控股啊 2885金控股 全是大金 你看看人家 默默的创新高啊 默默的创新高啊 这些都是重型全死股啊 1268亿啊 好你看另外一个 2890 2890 永丰金 永丰金 你看看他 默默的创高 默默的创高 看到了没有 看到咯 金控股也出来了 也就是告诉各位 你们不要把盘看得很坏 这个盘拉回就是要找买点 我讲的够不够清楚明白 只是说你要买什么 哎呀 那个我就必须要在索码时间里面才能讲啊 今天也许你会讲 我为什么没有讲千金股 未来千金股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下 休息一下下 根本不担心 我中赚了六位数啊 放在账面上 我紧张什么 一点都不紧张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还会叙事待发 好了 我今天帮你讲得很清楚了啊 个股也帮你解析了很多了 最后呢 我就必须跟你讲 你赶快跟上金银行情里面的这个至尊标股有约 赶快跟上 你失去了这个机会 你就要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就不会再有好的机会给你的 我现在只能简单告诉你 这个盘的高点 你不要随便去摸头 你不要摸头 那个底是越垫越高 我讲到这样子还不够明显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 对不对 也许你会讲 老师你刚才讲底在哪里 对不起 那是我们会员的权利 我这里不能跟你讲那么清楚 反正呢 明天操作上还是一样嘛 随事盘 好吧 随事盘那就涨涨跌跌 小涨小跌 就这样操作 打下来要找买点 好了 明天我们同时间再见 明天我还是会跟各位在这里见面 哎呀今天忘了还跟你讲哪个 我得看看 2516来 2516新建 2516新建 整理完毕了 整理完毕了 你不要再害怕了 不要再杀了 他要开始往上动了 好了 明天我们同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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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负投资风险 都要是 我们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